花莲先议会第二十届第一次临时会争议不断的教育类低案 国发会核定花莲县政府办理的111年度地方创生公有建筑设备火化补助 而回南永续外市以及回南驿江创生馆两岸 总经费新台币1857万2000元 经过讨论后最后表决结果为14票赞成 对14票反对平手的情况下 由议长张骏投出最关键的反对票 最后此案以15票决议删除 国发会核定花莲县政府办理111年度 地方创生公有建筑整备火化补助 回南永续未来市以及回南驿江创生馆两岸 总经费1857万2000元 我们在青年发展中心就有培植一些的团队 包括了商业的团队或者是做地方创生的团队 或者是一些杰出的团队其实本来就有在做 所以当这个国发会在提出案子的时候 要跟议员报告的是 我们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一个团队 很重要的是当他们在提出国发会提出案子来 我们收到文的时候 到我们送案是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结合这些团队 到中央争取经费 把这个经费争取下来 而且这个竞争型的经费里面最关键的结构 它是在做资本门做修缮 而所谓的非营运的项目 临时性的再去做一个公开临选 只有从你平常 欢迎县政府 刑罚中心 还有各个社团 平常有跟 刑罚中心在做地方创生的这一些人 来自行临选 而不是透过公开临选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对 因为地方创生本来的业态 就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那如果依照国发会所发的时间 比如说去年的8月 8月13送案要我们9月12 一个月的时间做公开再找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找到 对地方创生有概念 这就是你要特别加强说明的地方 你平常就是在扶持这一些团队了 那由于国发会 它来得太仓促 因为这是复议案 我看要用表决的方式 如果说同意本案通过的请举手 13票 那不赞成通过的 就是要删除的请举手 本案删除 但是最后表决的结果 还是一样被删除了 那对日后 所有的中央单位 包括国发会 我们花蓮县政府要申请的经费 一定会受到打折 那对这些青年 我们的艺文团体 这些创生团体 要怎么来做一个交代 会不会降低 他们留在花蓮的医院 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 大家都看得到 相信全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次的议会 审查 议案审查 受到非常严格 非常严格的审查 这个没关系 但是如果要严格审查 你在时间内把预算审完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次又一次的提醒 我们的党团 真的是 非常 不舒服 在议会里面 既然会有这样的动作 这些预算 不管是中央给的 还有乡村市长 极力争取的 甚至还有农民的农机具 还有一些灾损的部分 都完全没有办法来执行 这些要怪谁 严格审查 我们绝对尊重 但是在时间内审完预算 这绝对是我们这些党员的责任 就这次这个议案 其实我们都非常肯定 这个两个地方创世的厂商 不管是浑身置气 或者小洋工作室 都是花莲非常优秀的单位 那我认为这个完全是在于 花莲县政府没有跟花莲县议会 好好的沟通 那所以我非常希望 就是说这个议案删除 但是花莲县政府可以提复议案 那我也很希望他们如果提了复议案之后 好好的诚恳的来跟议会做沟通 而不要把议会变成一个游乐场所 问了三个月都还没有好好的回答 那我想这不是我们在意识 就是要监督 好好的监督 那资料不齐全 张美惠议员追了三四个月 然后资料不齐全去现场看 也是不回应 那我想这都不是一个好的互动的过程 那很希望就是说 花莲县政府好好的重视 我们的花莲最高名义的监督单位 给我们好的正确的资讯 好好的沟通 我想我们花莲县会 绝对支持花莲县政府 所有的提案计划 记者凌杰 花莲县财阀我到